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献上我纯真的祝福 回忆中的路 开满花图 绽放版式的光速 绽放版式的光速 慢点啊 站住 干什么的 这 王妈妈得了重疾 樊小妹跟朱小妹 打算带王妈妈出去看病 大爷 王妈妈刚才吃多了东西 不小心生病了 你让我们赶快送她去医馆吧 走走走走 好了好了 快走快走吧 谢谢你啊 小师妹 怎么样 叶哥哥 你这也太像了吧 不光这个长得像 举手投足声音样子 所有都太像了 怪不得五师傅老说 说你是他最得意的学生 那是 小师妹 咱们只要拖两个师臣 我想大师兄他们就该出城了 到时候咱们再溜之打击 嗯 知府大人 吃得可好 可还要添菜 不用了 别再过来打扰我们了 是是是 奴才明白 这春宵一刻值千金 哦 这么眼俱 戴着太难受了 叶哥哥 咱俩一块吃点吧 要不然这么多菜 白白浪费了 你吃吧 我看着你吃就好了 小师妹 嗯 我还从来没见过你这副打扮呢 真漂亮 这件衣服啊 我穿上都别扭似了 多难看啊 你还觉得好看 可是只有一件 不穿也不行 哎 我刚刚 穿了孙服换下来的衣服 你要是不嫌弃的话 穿我的吧 那哪儿行啊 咱们只有两个时辰 就得穿上这身打扮出去 你得扮成孙服 大摇大摆地带我出去呢 再换了衣服 咱们怎么出去啊 你放心 一会儿呢 不管发生什么意外情况 我都一定会 保你安全的 嗯 叶哥哥 你对我真好 从小到大 无论我做错什么 师父骂我 哪怕猪哥哥也会对我凶 可是你永远都是向着我的 真的啊 嗯 那你觉得 我跟大师兄 你更喜欢哪个 嗯 这个嘛 嗯 我倒从来没想过 猪哥哥虽然对我很凶 但是我知道 他很多时候也是为了我好的 在我心里你们两个都是我哥哥 没有区别的 能在你心里 跟大师兄一样的地位 我就已经很知足了 叶哥哥 你能不能 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啊 我 我什么眼神啊 我 我感觉 你的眼神有一点点伤感 这样看着我特别不自在 小师妹 你还能 看出我眼神有些伤感 对啊 我很知足了 哎 对了 今天晚上咱俩的谈话 千万不要对别人说啊 尤其不能 跟大师兄说 为什么呀 从小到大 咱们五个不都是 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吗 哎呦 我的好欢媚啊 你还真是一个情都未开的 小姑娘啊 在大师兄眼里呢 你是她未婚妻 在明之谷所有人眼里 你是大明未来的太子妃 所以 我刚刚其实对你说的 那番话 已经是大逆不道了 所以 这只能是您我之间的小秘密 千万不能告诉别人 知道了吗 叶哥哥 既然你也觉得 说那些话不好 那以后你就别说了 因为 我听了也挺不自在的 好好好 以前我没说过 以后我也不会再说 行了吧 嗯 哎呦 哎呦 知府大人 你不能这样啊 哎呦 不能搬呀 快点 走吧 所有之前的 能够搬上去 嗯 搬上去 嗯 知府大人 你是昨天晚上喝的酒 还没醒啊 你 你这把我春风月的财产 都冲了宫了呀 你们拐卖良家妇女 逼良为娼 没有拿你问罪 本官已经是网开一面了 啊 知府大人 你 您不会忘了 我这春风月幕后的老板是谁 少拿幕后老板来吓唬本官 本官还就不信了 还有胆敢置大清律法于不顾的 知府大人 您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 当然了 知府大人之前 是为了查清案情才在你身边周旋 如今有了我这个证人 留着你没什么用 你 就是你 我说 你给大人灌了什么迷魂堂 你让他一晚上 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 没错 就是本姑娘 怎么了 好啊 你挺有本事的 你就这一晚上 就把知府大人 你的服服帖帖的 大人 院中所有财物 都已经搬上了马车 好 出发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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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啊 大人 大人 你这个老巫婆 谁让你暂时欺人为虎作娼的 对对对对 你别走 走啦 老巫婆 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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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还敢说一辈子的信心 天上 这下可好了 我们把春风宴的衣服和首饰 全都洗劫一空 这要发给明珠谷的姐妹们 她们看了一定开心死了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东西呢 哪位小师妹 在知心任务中 还会想着谷中的姐妹们 这个簪子最漂亮了 我要把它送给樊姐姐 回谷以后啊 我要再看看有没有好看的衣服 都要留给樊姐姐 小师妹 记得你小时候 什么东西 都会跟雪智姐抢 反而不跟樊姐姐争 什么东西都留给樊姐 现在长大了 还是想着樊姐 其实在我心里呢 你们诸位师兄跟师姐的位置 是一样的 只不过 小的时候 樊姐姐因为我毁了容 所以让她变得很没有自信 很自卑 我心里一直觉得很愧疚 我就想着呀 等到京城以后呢 我一定帮她找到 病机雪腹养颜膏 治好她脸上的伤 帮她恢复容貌跟自信 小师妹 虽然大师兄和师父们 总是在批评你 可是你在我心里 永远是最美的 最善良的 后面那几头狗怎么办啊 没事 我们已经出城了 等到僻静的地方 我就要把他们打发了 那你自己行吗 不用管我 在你心里 只有大师兄武功高强吧 不是的叶哥哥 我是怕万一打起来 我不是帮不上忙吗 不用你帮忙 保护好你自己就行 停车 为何停车啊 大人 您究竟是要去哪里啊 这里离元州都已经有五里多路了 我是要到郊外 找一处庄园 要安顿我的美人啊 顺着这条路走就是了 我去哪里 可是大人 您今天的所有举动 有所反常啊 您明知道春风院的后台老板 是中堂大人 居然还将院中的财物 全部扣押起来 眼下这荒山野岭啊 真是越走越偏僻啊 放肆 本官行事 用得着你对我指手画脚的吗 卑职不敢 不过昨日有一帮身份不明的人冒充大人 卑职心下有所疑虑 不知现在的大人 是不是也是被人冒充的 难不成 你在怀疑本官的真假 卑职敢问大人 卑职的小名叫什么 当然是叫旺财了 你一见到本官只知道咬尾巴 不是挑狗还能是什么 小师妹 先走 天公公快说我们会压来的呀 我要将他 谁啊 不想要将他 你吗 我去我 你去吧 快 滚 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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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禅师 我去 刚才 这样是不是太不张义了 不能丢下叶哥哥一个人走呀 马儿 马儿 咱们现在回去就叶哥哥好不好 走 走啊 走不走 再不走我打你了 这个马怎么软硬不吃跟我这么像啊 你比我的啊 走 走不你 快点 叶哥哥我来救你啊 你怎么回来了 快走 住手 叶哥哥你别管我 你快走 站住 再上前一步我就上次了 把他们带回衙门 再闭闻大人的下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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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哥哥 花妹 你没事吧 我看看 还好只是皮外伤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 把自己置于险地不说 还连累了叶师弟 大师兄 你就别怪小师妹了 他你是担心我 才会缺而复返的 你呀 自己几斤几两都不知道 以后遇到这种事情 你自己先撤 别留下来给大家添乱 否则就不是讲义气 而是愚蠢啊 樊姐姐你看 好看吗 我特意给你选的 春风院最好看的簪子 我还给你选了好几件 漂亮衣服呢 到时候都给你 再漂亮的钗子 给了我也是浪费 还是把它留给学姐姐吧 我看她和这个钗子最配 樊姐姐 你别这样说呀 你这样说我心里特别难受 你不用难过的 我的脸和你无关 师弟 你这脉象 好像是受了很重的内伤 难怪你连孙福的 几个卫士都收拾不了 我这次来元州之前 有一天晚上练功 不小心走火入魔了 幸亏雪师姐及时发现 出手相救 我才躲过一劫 不过 还是受了点伤 我是怕大家担心 所以让雪师姐 不要告诉你们 只有练功时 心神不宁才会气血乱性 叶师弟 你不会有什么心事 瞒着我们吗 没有啊 我当时也不知道是怎么 我以后注意就是了 叶师弟 叶师弟 你刚才不顾自己的性命安危 救下一欢 我很感动 谢谢你这么照顾我的未婚妻 你未来的嫂子 可惜了 至于你身躲骑你还能干净 你身躲得比较快 你身躲得比较快 我看 Treaty 也行 你身躲得比较快 也行 Mr. 也行 你身躲得比较快 还行 你身躲得比较快 那么那有何事 最后妻的不顾心 说什么 我跟你们一样 真的 你为我那么奋不顾身 大师兄 你对我真好 你千万别这么说 你是为了我才受伤的 只要你能安全 一切都好好的 我受点伤一点都不重要 真没想到 小师妹一个人就完成了 秦获孙福的重任 是啊 他虽然偷懒 却是胆大 有欣喜 大师兄 只要你提到小师妹 你的眉梢眼角都是小 时候不早了 你早点休息吧 明天一早 还要赶回明珠谷呢 我还要赶回来 怎么会有马车来 该不会是我们的地点 被暴露了吧 我去看看 大师兄 卿城 你怎么来了 你的伤还没好 我不放心你啊 六师傅 他不是去执行秘密任务了吗 怎么会出现在云州 师傅一定是看到了 我们留下的暗记 就追了过来 六师傅 你 太子 卿城 师傅 总算找到你们了 太子 明日你带车中人 一起回明珠谷 把他交给晋王 记住 千万不要伤害他 更不要放跑他 六师傅 这车上的人 到底是谁 你们看看就知道了 六师傅 这女子究竟是谁 怎么跟卿城长得一模一样 她叫舒婉欣 是山西总兵 书建的独生女儿 她是此次入京 代选的绣女 我一直在暗中跟踪她 本想着她入了京 卿城和你们 也回到了京城 到时候再找机会下手 可是没有想到 她今夜途经元州 在城外住进了一所义馆 所以 我就提前把她接了过来 六师傅 为什么要去 因为从今夜开始 卿城就是舒婉欣 你的意思是 要让卿城 顶替舒婉欣 进宫选秀 不错 想要查出 佟霞的下落 我们必须要想办法 进入皇宫潜伏 而这一次 是最好的机会 不行 这样太危险了 大师兄 这个计划 不是六师傅 临时起义 其实是诸位师掌们 早就集体商议过的 这些年来 我除了和你们 接受同样的培训 也在暗中 学习如何在皇宫中潜伏 两年前 师傅们得知 舒婉欣和我长得相似 就已经在暗中 让我模仿她的 一举一动了 可是 如果你真的进了皇宫 被康熙选中 你就要成为她的妃子 那也是 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为了给先帝报仇 为了光复大命 那么多人都牺牲了性命 我又怎么能在意 异己之清白 好了 时间紧迫 卿城 你随我一起 回到舒婉欣的义馆 潜入她的房间 如果被人发现 舒婉欣不见了 那这个计划就不可行了 可是卿城受了伤 还中了毒 身体还没有恢复 还好 没有什么大碍 秦城 就辛苦你 代替舒婉欣回到她的房间 当然 我也会伪装成 舒婉欣的天生魔物 来照顾你 等到了京城 基本上你的身体 就可以恢复了 六师傅 大师兄 我知道 大师兄关心我 却对卿城来说 已经足够了 可是眼下 顾全大业为重 对了 太子 请你转告晋王 让他务必将舒婉欣 软禁在明珠谷 切记不要放跑了他 不然 咱们 卿城会有威胁 卿城 师父 委屈你了 我们走吧 李定国 我孙福 既然已经落到了你的手里 要杀要剐就随你吧 孙福 你做出这副 誓死如归的英雄模样 演给谁看的 我问你 我儿四行现在在哪儿 他誓死是活 是不是你把他出卖给清廷 才换到了现在的顶带花灵 你笑什么 我笑你李定国一世英雄 却是一个不明大事的糊涂人 你以为你儿子 跟你一样愚忠吗 当初 平溪王攻入滇都 你为了护送永利帝逃离 不惜杀妻杀女 早就伤透了李将军的心 夫人 我一定给我欠你的 本生一定先还 爹 你太冷血了 你居然杀了你结放二十年的妻子 和刚出生的女儿 李将军带着我等 李将军带着我等 护送永利帝和皇后 到达了你指定的地点 留下了所有的士兵和护卫 与你借头 却带着我等几个心腹将领 离开了 诸位都是与我李四星出生入死多年的好兄弟 如今我已心灰意冷 再也不想替朱氏争夺这天下了 但我找不到更好的出路 诸位 你们是想继续为朱氏卖命 或是回到老家与家人团聚 甚或是投靠蜻蜓 都由诸位自行决定 现在我李四星正式与大家别过 从此各奔东西吧 将军 将军 侯叔 我不相信我的四星会就此离开我 就算他心里怨我恨我 他也不至于这么多年杳无音讯 一定是你早就把他给出卖了 那么他现在一定已经遭你的毒手了吧 我知道 今天就是我的死期 不过 我能偷着想这十几年的福 不亏了 总之 该说的我都说了 信不信就由你了 混蛋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如此嚣张 快说 李将军到底现在身在何处 好 我说 其实 李将军 早就投靠蜻蜓了 和我一样 改名换姓 不知躲在什么地方逍遥快活呢 住口 死到临头了还不枉挑拨离间 李定国 心虚了 其实你也知道 李将军对你杀妻灭女的冷血 极为不满 他应该会报复于你的 想不到 十几年过去 你更加疯狂 竟然用你的亲生女儿 假扮青楼女子色有于我 你也知道 你也知道 他 莫生 你居然敢自作处伤 莫生 你怎么把孙福给杀了 金王 此人自是必死无疑 爹是说什么也不会投入实情 只会满嘴胡言 损害小师妹的鸣锦 倒不如杀了干净 可是至少 你要问清楚 蜻蜓的一些情况在说呀 他说的话 能信吗 那你也不能杀了他呀 爹 你不知道这个孙福有多可恶 他 他居然在姬院里 欺捕小师妹 现在又来诬陷李将军 爹 人家没有 他进来的时候 已经醉得不行了 够了 我 都愿你擅自行动 差点连累了师兄师姐们 要不是你将功熟组 罪 我就把你关起来 再不许你踏出明珠谷半步 爹 一欢出错了 一欢这次出谷 还是有收获的 我相信他现在应该明白 为什么我们几位师长 老是逼他努力学习练功 正所谓学到用识方很少 一欢 以后你得吸取教训 多跟师兄师姐们 多学点本事 知道了 义父 把他抬出去吧 这个孙福死有余辜 不过陌生 以后再行动的时候 可不能这么鲁莽了 是 陌生知道了 以后再也不敢这么冲动了 陌生平时做事啊 还是挺冷静的 可遇到义欢的事 他就沉不住气了 这些孩子呀 咱们是看着长大的 他们心里想着什么 咱们这些做师长的 怎么会不明白呢 不过孩子们 你们要切记 演下最重要的任务 是要找到 童侠和一号金钥区 拿出藏宝图 和义士的名册 这样 才能壮大我们联盟的力量 竟不可为了儿女情长 而耽误了大事 是 弟子明白 托儿谨遵师父教会 好了 你们即刻回到京城 继续完成两下任务 老板 小兄弟 你总算来了 龙三少爷一直在找你 我家里有点事回趟老家 昨天才回来 你赶紧帮我通知龙三 你就说 今天晚上 我在京城第一酒楼 等他请我吃饭 好的 我马上去告诉他 老大 你这一走就是俩日 也不通知小弟一声 害得小弟是日日替你担心啊 我走的时候 本来想跟你说来着 但是我哥哥把我拦住了 说要赶路 就没有这个机会 是家里出了什么事吗 不过呢 现在已经解决掉了 没事了 解决了就好 来 小弟敬你一杯 算是给你接风了 干了 对了 龙小弟 你下次如果再有急事的话 你就派人去东十四胡同的 慈航药铺 找我大哥 我大哥叫李建青 郎中 好 座堂问诊的 我记下了 皇上有没有查到那个 勾结敖拜的内奸啊 暂时没有 宫中太监有几千 能接近皇上的悠悠几百 大肆追查的话 只怕会引起敖拜的注意 所以皇上 也只能暂时阴忍了 我查一查你的毒解没解嘛 来 让本大先给你测一测 不算 你的毒已经解了 不算 你的毒已经解了 皇上在哪儿 当然也解了 皇上龙颜大悦 说呀 要重重地赏赐你的 真的假的 龙小弟 我发财了 我发财了 龙小弟 我发财了 你知道吗 这次回去 我给我的兄弟姐妹们 带了好多东西 他们看到以后可开心了 我看到他们开心 我就特别开心 看着老大的笑脸 小弟的心里也是很开心啊 不过 这皇上毒解了 敖拜会不会起疑心啊 他会不会想着别的法子 再害皇上啊 你小声点吧 皇上哪有那么傻呀 当然是继续假装中毒 掩然耳目了 再说了 今日援州之府突然失踪 敖拜正在亲自查办此案 没空顾得上宫里的事情 援州之府失踪了 那会不会被人暗杀了 很难说啊 近日明珠古的乱党 活动猖獗 这援州之府失踪之事 多半与乱党有关 敖拜已经加大了 对乱党的清剿力度 老大 老大 小弟知道你一向喜欢行下正业 可最近这段日子 你可得千万小心 别做什么违法乱纪之事 知道了 龙小弟 吃吧 吃饭 我刚刚得到消息 蜻蜓突然下旨给吴三桂 让他将当年我父王的所有遗物 无论大小 无论跪剑 全都上交给朝廷 可永利帝 被吴三桂已经试杀了这么多年 蜻蜓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 突然要吴三桂上交永利帝的遗物 应该是为了那一号金钥匙 当年我父王手上的那把金钥匙 最后落在了吴三桂手里 吴贼虽然不知道金钥匙的作用 但见我父王贴身收藏 想必不同寻常 所以就没有上交给朝廷 如今蜻蜓 不知从哪里打探到了铜侠的秘密 又不想惊动吴三桂 所以干脆让他 把所有的遗物都上交给了朝廷 那吴三桂会把金钥匙交出来吗 这也不一定 如果吴贼知道了金钥匙的秘密 那他未必肯交 如果他不知道的话 他应该不可能为了一把金钥匙 而冒着抗制欺君的风险 我们现在该怎么做 滇都的内线传来消息 吴三桂 已经命令他的二儿子吴应齐 押送父皇的遗物进了京城 夜师弟凡师妹 你们两个人 去跟踪吴应齐的车队 想办法打探清楚 那把金钥匙 到底有没有那把金钥匙 如果有的话 立刻想办法拿回来 好 我们现在就收拾东西出发 怎么了夜师弟 有什么问题吗 我 我想留在京城 陪大师兄一起寻找铜侠 夜师弟 你留在京城 只怕不是为了帮我找铜侠 而是舍不得 某个人吧 大师兄 你误会了 夜师弟 大师傅说过 出谷之后 一切行动要听从大师兄的指挥 再说从吴应齐手中 拿回金钥匙的任务也很重要 怕是我一个人应付不来啊 好 我知道了 我现在就去收拾行李 同凡师姐一起出发 嗯 小师妹呢 怎么不见她呀 她去见龙三了 我让她去打探 孙福失踪以后 蜻蜓的动静 小师妹呢 怎么不见她呀 她去见龙三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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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好兄弟 有福同效有难同当 分你一半 那可不行 是你解了小心 给皇上下得多 我要是动了 这些赏赐的话 说不定皇上会摘了我的脑袋 这件事情 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皇帝小儿不会知道的 拿着吧 谢谢大哥了 小弟真的不需要 真的不需要 我看起来很像缺钱的样子吗 大哥自己留着用吧 我给你了 是你自己不要的 别怪我 好 我不怪你 我知道我这个大哥呀 最想意气了 有眼光 大哥 不过你要的那几副 服医药材 我已经找人在配了 有几位呢 确实宫里也没有 宫里都没有啊 不瞒大哥说啊 这宫里边啊 也不像你们想的那样 什么都有 就拿药材来说吧 珍稀的药材 不常用的药材 这也不是随时都有的 不过你放心好了 这个事情包在我身上 我一定给你办妥了 还是龙小弟讲义气 站住 又要去哪儿啊 我存粮没了 打算出去买点好吃的 就知道吃 你知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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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福失踪以后 蜻蜓上下有多震动 现在外面风声有多急 知道啊 不过孙福跟他的贴身侍卫 早就死翘翘了 怕什么啊 你呀 本事不大 胆都挺肥的 现在蜻蜓在全国范围内 加强了对反清势力的清洗 不要说是圆州 就连京城 也比平时多了很多的暗叹 知道了 猪哥哥 我就出去买点吃的 马上就回来 你的保证我可信不过 你还记得圆州春风院的老宝吗 当然记得了 那日我跟叶哥哥 把他的春风院洗劫一空的时候 那个老宝 呼天抢地撒破打滚的样子 太有意思了 抢劫妓院 亏你想得出来 每次行动都是这样不知道轻重 当时情况那么危急 少跟我嬉皮笑脸的 听说那个老宝 进京城敖拜告状来了 你要是碰上了 你以为啊 就凭你这个不入流的易容术啊 能逃得过他那双老眼吗 朱哥哥 京城那么大 怎么就被我碰上了 那也太巧了吧 万一碰上了怎么办 万一碰上了 那我就脚底抹油溜呗 反正在咱们几个当中 我的亲公是最高明的 你要是不信的话 雷追尾啊 回来 回来 烤鸭 烤鸭来了 嗯 放这儿放这儿 嗯 嗯 爷 您慢用 就等你了 走一个 客官且慢 客官且慢 对不起 这盘烤鸭呀 上错了 哎哎哎哎 给我放这儿 没上错啊 我也点啊 实在不好意思 隔壁内雅尖的客人 也点了烤鸭 只不过不凑巧 本店今天就剩这么一只了 那这也是我的 我先点的 所以烤鸭就是我的呀 客官您看这样 今天您的菜菜 我给您老打个八折 另外再送您老两个好菜 呸 谁要你打折 小爷有的是钱 看到了吗 真金的 拿去拿去 客官 隔壁的客人来头不小 小人实在是得罪不亲 还请您老多多包涵 你才老呢 你才老呢 呸呸呸呸呸 这还天下第一九龙呢 怎么吃个饭都这么失利啊 我不管啊 反正这鸭子就是我的 得罪得罪 这鸭子 我先端走了 给我 给我 你 你 速手 是谁 抢了被中行大人点的鸭子啊 拿走 拿走吧 我好像没那么喜欢吃鸭子 拿走吧 这只鸭子都被你吃过了 我们还能要吗 天啊 我今天出门为什么不看一下黄历啊 是你 不是我 小丫头 上次在我吹风院 你就已经被我识破一回了 老娘我怨人无数 就你这点小把戏 能瞒得过老娘的眼睛吗 想吃顿饭怎么就这么难了 给我抓住他 哦 天 不 热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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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追 来追我呀妈妈妈 你别跑 给我追 呃 嘿嘿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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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看到了 我是鸭了 呃 看断了 知名了 中逃大人 还不快给我抓起来 是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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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给我 救命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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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 两岸 时光 最尽放 可胆 一生的愿 将心流于人身间 手握乾坤 仙方鱼子在云端 花开之间 流红铁掌心轻圈 天与地 开在眉间 摊千秋 万事怀愿 身中西流 心中西流 会远方清却 回声一生 愿手一生 農南漫 铁鱼离开在眉间 弹千秋 万事欢颜 书记许情愁 望月平澜 星辰如梦 心间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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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间却